亨特·拜登的硬盤們空洞了整個美國 紐約郵報、福克斯、特克蘇、小川普 我們的GTVG News、世界日報等都報導了 絕對是一場媒體戰 連共和黨法律委員會都轉了推 今天的炸裂只是一個開始 後面幾天還會連續爆料 後面的力度會越來越大 今天媒體源源傳傳赤薄上陣 今天大V的帳號 甚至官方人員的帳號 都被Facebook、Twitter刪除 限制或者干脆關了 整個博弈裡所有各方全部都炸了出來 Brunberg回覆說 拜登不承認紐約郵報的報導 是因為沒有實取的證據鏈 Holly參議員直接轉了推 針對Twitter和Facebook封殺白宮新聞發言人帳號 川普總統隨即就說 要對所有社交媒體有重罪的行動 今天是媒體戰打得最激烈的一天 因為這就是最後決戰的戰場 中共和拜登背後的政治勢力 形成了一個生態圈 現在就是所有的底牌都要出了 因為如果你再不出的話就沒有機會了 媒體公司他們實際上就是和拜登陣營通過利益、通過金錢、通過資本 更徹底地站在一起 通過這個事件就可以看出 美國的言論自由體系已經徹底結束了 這個背後就可以看出 第一他們最怕的拜登個人的腐敗問題 令到他們的大選全盤皆輸 第二就是中共的生化武器問題被揭露 這兩點是打得他們最痛的 也是可以令中共和他們這個生態圈徹底瓦解的真相武器 這些所謂的反共大佬 面對這麼大件事都沒有一個人出來轉推 Holly等共和黨裡真正和川普總統站在一起的參議員 全部都轉了推 這件事就是風向標 可以反映到所有的人 重磅消息一出來 各方的反映就非常非常看清楚他是哪方的 像Twitter、像Facebook 管控言論的方式就和中共在中共國場內管控言論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就是想將整個世界都變成像中共這樣一個長國 川普總統真是人類往哪個方向走的最後一道屏障 今年的大選真是有歷史意義的大選 爆料革命的所有戰友都在前排 都參與了這場改變人類命運的一次行動 朱利安尼說 拜登不是普通的腐敗和說謊 班農先生說中共早就擁有了這些材料 拜登家族是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 拜登將我們CIA所有的情報全部出賣給習近平 更重要的是後面有更猛的爆料 FBI在2019年12月就拿到了亨特拜登的電腦硬盤 2019年12月是民主黨正在對川普總統進行彈劾的時候 現在川普總統亦敢說硬盤們 他就說明早就經過調查實證了朱利安尼先生說 中共他已經很長時間夾拾了拜登的這些黑材料 言下之意就是拜登和中共的這個關係 就是他被中共控制了 反過來我們也知道拜登他手上 也拿著習近平各種資產的這些資料 所以拜登和中共的習他們是互相抓住對方的把柄 最後的結果是拜登和中共在一起 出賣了美國的國家利益 司法部一定針對這方面立了案 更重要的是拜登家族和中共的勾結內幕才是最猛的 文貴先生很早就說大選一定是滑稽收場 關鍵時刻一定是爆料革命決定走向 黃立軍事件其實就是一個分水 在德州前線的戰友去揭露弗希秋這些偽民運 揭露這些共產黨特務間諜對於將中共和中國人民分開 對於現在在最後時刻將中共最後的網絡畫乾淨 最後用RACO法案去法律制裁 他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環球時報攻擊了閻麗夢博士 這就說明爆料革命和閻博士的影響力非常大 因為在病毒真相的面前 不單止中共恐懼 就連美國的這些拜登的政治勢力也恐懼 所以說爆料革命對病毒的真相推動已經起到了非常大的效果